本期跑跑卡丁车时候咱们来玩一下冠军赛白嫖得到的车水果蓝 这个车的话群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它可以防香蕉皮地雷和路障 而且防御的时候会高概率随机释放巨型香蕉皮 大魔王和寸棉飞点 开局的话咱们不选择走进道 去吃前面的道具 但是前面的人跟我想的是一样 吃了我两个道具 我非常的生气这一波 但是没关系 这个车被动释放道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 你看前面这个地雷可惜我没踩到 这一波程老师操作有个失误 又被闪电电了一下 赶紧按下复一键 好 氮气往前冲 这一波前面的话 程老师踩到这个地雷 释放出巨型香蕉皮 踩到小香蕉皮 好像没释放出东西 这一波小香蕉皮又是没踩到 但是没关系 路撞咱们故意去撞一下 对又释放出这个巨型香蕉皮 好 我个人觉得其实他随机释放的三个这个道具 我个人觉得就是巨型香蕉皮的概率 好像会稍微高一点点 大魔王的概率好像会低一点点 反正我我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感觉好像巨型香蕉皮出现的比较多 这一波手里有一个水炸弹 好 这个机会释放 然后咱们好 踩一听看 又是巨型香蕉皮 这个宝藏矿车的话 其实就是来给我送道具的 这个车的话 前面有宝藏矿车是真的笑死 小香蕉皮再踩一下 释放出这个大魔王 群攻六人 看一下前面这个道具 超级蚊子 那这个车在打组队道具 如果和队友如果有 好 等一下 咱们先挨队 又释放出巨型香蕉皮 那么在打组队道具赛中 如果和队友有交流的话 队友如果是个宝藏矿车的话 其实 这个配合我觉得是能打的非常的不错 但是如果野场的话 那话就是完全就是看末期 好 这一波氮气加上去 蚊子放出去 哎呦 完了被打死了 好 路障赶紧去撞一下 这一波咱们又放了这个大魔王 好 这一波这个地雷踩出这个催眠飞铁 那催眠飞铁只能打第一名 我刚才是第一名 导弹能不能把这个宝藏矿车打下来 他手里还有个金盾 这个没办法 就差这么一点点 这个车也是给大家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车打组队道具 应该是蛮强的 如果队友有宝藏矿车的话 两个人可以商量好 当然这个还是要靠多磨脸 那么在个人道具里面 我觉得这个车混分还是比较强的 混分还是可以的 好的 本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 虽然说拿到第二名 但是这个技能是给大家展现出来了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